练习的这个部分 所以包括一些什么PTCA 或者我这边有一个关键能力 我们看一下关键能力 这个是我摘 就是当你想看一些世界趋势的时候 我们会去摘这个东西 那个全世界关注的一些关键能力 或者是教育的趋势 所以这个都是看很多文章 然后再录出来 然后在这边放在同一张新制图里面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比较 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个一般的就是OECD的 他们说21世纪的关键能力是这三个 然后各国也提出4C 然后多元智能 那个哈佛大学提出的建议 然后教育部的白皮书 K12 Google K12的那个教育趋势 那所以你当你去做这些阅读的时候 你把它集中在一张新制图里面 你就会 可以就比较容易去做分析 那我们花莲县呢 在2019 107年2018 2018提出这五个 这五个内容 来顺便各位提一下 这五个内容 其中后面三个 创意 思考 逻辑 沟通 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5C 5C 然后上面两个是我们 就是额外提列出来的 其实你去看这五个能力里面 如果说 就是你的生命经验里面 如果说 这五个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个第一条是 培养师生因应未来的快速自学 跟的动机跟能力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自主学习力 好 因为那个世界快速的变动 你现在教的东西 跟学生未来20年出去 要出社会的东西 也许很多东西会变化会不同 所以你教的东西 未必能因应他未来的需求 所以如果他自己 如果我们可以教会他自己 能够快速自学 然后有动机 有这样的动机 然后有这样自学的能力 那他就是 他会在 小朋友就可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甚至将来出了社会的时候 有需要什么 他就可以快速的自学 就可以拥有那样的能力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这里面 就是所有的能力里面 如果只有剩下一条可以选 就是我只能选一条 来交给学生的话 这一条就会是我的 最终的选择 最终的选择就会是这一条 所以各位看你的 你教他心智图 教他后色认知 会有多重要 因为真的 我们教的东西 有可能将来都会落伍 但是只有这一条 只有这一条 小朋友一辈子用得到 好 那其他我就不解释了 因为其他就不重要了 就没那么重要了 好 那所以 好 所以当你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还会用到 好 先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现在十八分嘛 那个等一下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重点 刚刚是用既有的框架 那这个框架可以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写作文对不对 你学继续文 要有起程转合对不对 然后学什么东西 他一定会有一些框架 所以老师们一定 教学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框架 所以如果你在训练孩子思考的时候 你在训练孩子思考的时候呢 你把这些框架 把这些框架拿出来 放在 那个 放在你那个新制度的第一阶 有没有 好 让他 让他在 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 就是解决你们要教学的内容的问题的时候 让他就去思考 那个框架 好 就刚刚我讲的 那个 后社认知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要 要去察觉嘛 好 所以你 你把这个关键点 放在他的脑袋里面 就是那个框架 你把框架丢在他的脑袋里面 然后你要叫他时刻关注 这个框架 好 那所以他只要能够利用这个框架 他多半这个学生就可以学到 还 还算不差的 的 学习效果 好 所以这框架 你先聊 先会用框架 框架第一 刚开始是老师给的 这个OK 好 那所以你 外面会学到很多理论 你都可以把这个框架拿进来用 这是第一步 好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个十点半继续上课 谢谢大家 quando就看 انmies וrika 在重视 起研